近日河南交座访民张晓玉与丈夫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遭到解访 并被指控在返回河南的途中用水果刀捅死了一名警察 据海外媒体报道说张晓玉夫妇是因为17年前在一起煤矿强行收购事件中 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开始了上访之旅的 目前张晓玉夫妇已经被刑事拘留 他们的律师常伟平也一度被交作中战公安分局 以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侵害执法权利 交作警方透露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中国访民进京上访是否合法 解访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呢 等待张晓玉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一位是中国的人权律师腾彪先生 腾彪你好 那么腾彪先生是通过视频从香港来参加节目讨论 另外一位人士是我们请到的是 中国独立实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 陈杰仁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了 请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在讨论之前呢 两位都是陈杰仁先生和腾彪先生都是法律界人士 我们今天呢着重想通过这些法律的问题来探讨一下这些张小玉的案件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想请腾彪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进京上访的是中国很多访民的一条必经之路 但是呢中国的国家信访局呢在今年年初发布过一份报告 就是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 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 这个是年初发的是5月1号开始执行 那么这个办法就规定说 信访人呢要到依法有到那个当地的这个接待场所 如果信访人跨越了本级或者上一级的机关提出来访事项 上级机关是可以不予受理 那么腾彪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进京上访到底是否合法呢 首先无论是进京上访 还是其他形式的上访 在本地上访 这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但是在实践当中 几年前就开始来限制进京上访 越级上访 以及这个5人以上的这个群体上访 因为这个信访制度 它本身就是中国法治不健全 一个畸形的制度 如果没有信访的话 有大量的冤案错案 有大量的这个民间的冤情解决不了 那存在这样一个信访上访制度 能够解决的那个问题也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长期以来这个政治的高压加上司法的不公 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冤案错案 然后上访的人越来越多 积累的处理不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 在当局看来是对这个稳定的一个威胁 那他就想尽各种办法 出台各种土政策来限制进京上访和越级上访 但是从法律上从刑法上 这个信访上访 上访包括进京上访并不是违法 也不是犯罪 那么解访是不是侵犯了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呢 滕彪先生 法律上没有解访这个词了 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解访 就是所谓的驻京官啊 各地的这个信访局啊 到北京一些这个上访村 还有这个国家机关一些信访部门去抓人 把这个上访者抓到北京一些黑监狱 然后再有个遣送回去 或者再关在这个园级等等 这些都是虽然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 信访局的干部啊等等 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干的 但是他完全构成刑法上所规定的这个非法拘禁罪 所以这个长期长期以来这个这个信访的这个干部通过 解访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进京上访 越级上访的问题 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行为是 都普遍地构成了这个非法拘禁罪 而且有的差 性质还非常严重 腾彪啊 是这样 那么今天涉及到两个重大的话题 第一个是河南的警方 他们指控这个张晓玉夫妇呢 把一个警察给杀死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们警察或者是河南当局 焦座当局到底有没有权利 把人把市民从北京给带回来 你说他解访也好 他是抓过来也好 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把人捅死了 那么我想请这个陈杰仁先生来谈一谈 就是说你解访固然不对 但是你解访回来以后呢 就是假设是他们两个张晓玉夫妇是犯罪嫌疑人 他们有没有权利就是进行自卫 或者是防御过当来把警察捅死 那么陈杰仁先生你谈谈你的看法 好的 回到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向腾彪博士问候一句 很久没有见到他 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 他为这种放放者的一些合法权益的维护做了工作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也借这个机会向他表示致意和致敬 那么回答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这里面就是说可能我们作为法律人 还是要基于一种这个对于事实的把握才好讨论 那么现在张晓玉这个案子呢 就是到底仅仅是因为这个基层干部 就是不许他上网把他拉回去 还是说因为张晓玉有其他涉嫌其他的一些 违法犯罪的这个嫌疑 然后呢就是依法来传唤他 假如是前面一种情况的话 并不是张晓玉被依法传唤或者被依法抓捕的话 那么这些基层干部去把张晓玉夫妇 把他们去抓回去 这种行为本身 第一我认为是像刚才滕彪博士所讲的一样 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那么有可能会涉嫌非法制禁罪 另外我觉得呢他们这些警察 即便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非法制禁 也有可能是构成一种滥用职权的违法犯罪嫌疑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对于违法的公务 公民有没有权利去反抗 有没有自由去不予配合 那么在这个正当的法律上 对于违法的公务 公民是有权利去不予配合的 比如说一个公务员 一个执法人员 他是明确违反法律的规定 去要求公民配合一个什么事 公民是有权利拒绝的 当然在这种拒绝的过程当中 如果张晓鱼是拿刀子捅死的这个警察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涉及到 防卫过当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电话里面 就是在节目当中 不用去就这个案件本身的细节拘虑太多 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出的问题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么一个事件发生 基层干部和这个上访者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现在中国这个政府 特别是高层一级的政府 把这个上访者的这个 有多少人进进上访 作为评价和衡量地方政府 是不是稳定 评价他这个政绩 评价他能不能提拔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么这样实际上是逼得地方干部呢 没有办法了就想要减少这些上访的名额 所以把他们去解放或者是抓回去 甚至还要行贿的办法到北京去 消掉自己的一些本地居民的一些上访记录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实际上基层干部呢 他也是被迫去解访 而这个上访者呢 是因为受到了一些自己认为的不公 也要去上访 所以这两者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值得同情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 这样来说的话 就要讨论这个信法制度 本身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信法制度 为什么人民 中国的人民愿意到北京 到省里面去上访 就是因为他不信法律 司法没有公信力 他就信这个向领导去反应 那么说到底 就是中国的政治 仍然是个领导的看法 所以中国有句话说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法律 不是宪法 也不是其他法律 是领导的看法 那么人民群众 也相信领导看法最重要 所以他都希望跑到北京 去找到大领导 让他们对于自己的事情 有一个有利于他的看法 这就是他上访的目的 而实际上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说明中国 法律是多么的不健全 法律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只有官员 只有人质 才能够决定老百姓的命运 陈先生 我们知道您以前是在中青报 中国青年报工作过 是吧 对 7月16号有七个来自江苏的访民 在中青报门口 聚声是喝了农药自杀 这个新闻您应该也看到了吧 对 我看到了 那么我们知道 目前在中国 上访和解访的矛盾 是非常非常的尖锐 那您刚才也谈到说 信访人他们想到中央 去找更大的领导 那您觉得找到更大的领导 或者说不管能不能找得到 您觉得这个办法有用吗 这个办法在现实当中 还确实呢 有一些情况发挥了作用 比如说有些人找到了领导 比如说这个前几年 我们媒体当中报道的 四川还是重庆那边 有一个农夫 他讨不到这个自己的民工的工资 他就那个突然找到了 这个温家宝总理 最后呢 这个温家宝总理 把他的工资给讨回来了 但是呢 又联系到刚才您所说的 这个访民还跑到报社门口去 甚至当然在北京当中 还有一些访民 是跑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门 这样去上访 本身大家都知道 美国大使馆是管不了 中国的国内事务的 他不能去干预中国的国内事务 那么为什么这些网民 要跑到报社门口去自杀 要跑到美国大使馆去上访呢 其实他们不是说 指望报社能给他解决问题 更没有指望美国使馆 能给他解决问题 而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制造一种轰动的舆论效应 能够去给这个中国的官员 施加一个政治压力 那么通过这种政治压力 影响官员的决策 让官员最后用个人的决策 去取代司法的判决 取代依法去解决 矛盾的一个机制 这样实际上可以看出来 就是中心报门前的 喝农药 喝毒药 自杀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 这个很滑稽的这种上访行业 都是老百姓被逼出来的 因为他们 首先是找自己最基层 能够解决问题的机关 解决不了 然后再找上一级 上一级解决不了 他们才想到要找中央 中央解决不了 没有人搭理的时候 他们就想找媒体 媒体还找不了 他们就想想尽一切 其他的办法 去制造一个舆论效应 这样呢 最终只有及个别的人 想过一些这个 比较另类的办法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轰动 然后自己的问题 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访民 还是年复一年 在永定门外 那个信访局 接待站那里等着排队 他们哪怕是排上 一个星期队 最后把材料 递进去之后 仍然是没有什么希望 因为中国的信访部门 就是一个中感站 就把你的这个信访材料 批一笔转到下面去 最后周而复始 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机关 陈建仁啊 你刚才说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也都考虑了很多 我想现在想请这个 滕彪先生来 谈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谈到张小毅的案子呢 就想到了 就是去年前几年 发生那个沈阳那个小贩 夏军峰的案子 他从某种方面 这两者有比较相近的地方 都是这个人被这个警方 或者是当局带走 然后当局方面的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死亡 这里头涉及到一个 程序正义的问题 陈建仁先生 你当时是给夏军峰 跑到这个沈阳去代理 那么 二审的代理律师 二审代理 我就想说这个 关于夏军峰的案子 到底是 他们怎么样发生这个矛盾 怎么样捅死的这个 到现在也没有给社会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清楚 这次这个张小毅的案子 同样还是如此 到底也不知道是 怎么这个过程 是怎么样发生的 这个张小毅和他先生 徐友晨 到底是怎么就把这个 一个警察 就给捅死了 这里头需要有一个 给大家一个透明的 一个交代 你作为这个 腾彪 你作为这个夏军峰的 这个二审辩护律师 就是辩护人吧 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中国出现 这么多的案子 如何能使律师 正常地行使他的职责 来介入这个案子 来这个不受干扰的案子 不是每一次就被警方 把律师也处理了 不妨把你打了 或者把你犯罪嫌疑的人 给你抓了 让律师无法工作 你说在中国这个现象 如何来处理 首先我想谈一下 这个夏军峰案 和这个张小毅案 他们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那我是多次在看守所 见过夏军峰 比较了解当时的过程 那的确是像我在 电护尺里面讲的那样 夏军峰是在被非法限制自由 被城管限制自由 并且被城管野蛮殴打的情况下 不得不反抗 所以他构成这个正当防卫 最多最少最少 还构成这个防卫过当 那么张小毅案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就是当时这个细节 但是完全可以想象 他是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并且人身受到很大的威胁 才不得不进行防卫 那在这一点上 他们是非常像的 那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解访 但是张小毅这个案件 还有一点特殊 就在于他并不是信访局的 解访干部去抓他 而是国保 在夏军峰案是城管 大家都很清楚 全国人民洲都很痛恨城管 也了解他们做的那些坏事 但是国保这个群体 就是了解的人非常有限 他本身也是一个匿名的活动 国保整个的工作性质 实际上就是犯罪的性质 他的种种工作都是违法犯罪 那张小毅对一个弱女子 一个弱势群体上访者 他没有能力 没有动机去杀死一个警察 一个国保 所以这个都是反映了 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的不公 那另外就是关于律师 在张小毅这个案件 就是刚刚发生的非常离奇的事情 就是他的辩护律师 竟然被以这个 一开始说以证人的身份要问话 那这个辩护律师 说这个辩护人的身份 和证人的身份相冲突 就不愿意作证 结果呢 就又把这个常律师 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强行地把他绑 绑在那儿进行问话 限制了23小时的人身自由 那最后这个又从犯罪嫌疑人 变成了证人 让他作证 最后又告诉他 他是这个案件的证人 不能做辩护律师 所以这个从这个过程来看 这个程序是完全的不正义的 那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 这个对于公众来说 想要了解这个案件的真相 想要了解张小毅 同时国保这个过程的细节是非常难的 滕彪先生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 我也跟这个张小毅案的律师 就前律师 常委屏律师呢 进行了通话 我们谈了相当长的时间 那因为呢 他认为他不方便来上节目 所以他今天呢 没有办法来上我们的节目 但是呢 他跟我讲了 他在公安局里面的一些经过 他最后呢 他是说了一点他自己的感受 他说呢 他说如果公安局 就是交作的公安局呢 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过程呢 摆到台面上的话 那么这些人呢 这样践踏法律呢 中国法律在他们手上 已经是不成样子了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知名的法律学者张雪忠呢 也最近也发了一条推文 他说是 不管交作张小毅案的真相如何呢 只要当地的公安机关 非法剥夺当事人的辩护权 和其他的法定权利 甚至非法限制辩护律师的人身自由 那么人们就完全有理由推定 当地的公安机关呢 是在区域对当事人进行冤枉和迫害 滕彪律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同意 从公众来说 一方面很多人并不是专业人士 这个相关的事实 相关的这个法律 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公众能够理解 能够了解的 这个更明显的事情就是程序 如果律师被限制权力 被诬陷 如果整个的过程 不按照法律要求的那么开放 像公众开放等等 像之前那些案件 无论是杨佳案还是许志勇案等等 这些受公众关注的案件 它都是程序上有大量的问题 大量的违法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说 没有这个程序的正义 就没有这个实体的正义 那我们最关注的 无论是作为专业人士 还是公众 最关注的还是这个程序的公众 假如说有公众的程序 那最后张小玉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 这个公众都好接受 但问题是我可以断言 在这个案件 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 这个一定会有大量的 层出不穷的程序违法 好的 谢谢藤彪先生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 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 首先来接听一下 您下的高先生的电话 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像藤彪律师好 我对于公民记者 以及维权律师是非常忠敬的 首先这是一个悲剧 解访人员为了那点可怜巴巴的工资 做了没良心的事情 解访人员就为那点工资 做那些没良心的事情 实际实在是不应该 而访民呢 张小玉暴力抗恶 对自己不好 对受害人的家属呢 也是一场悲剧 另外我问一下 藤彪律师向您请教这个问题 就说我是支持司法独立的 但是司法队伍里面 有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是共产党 这个是咱们大家是知道的 每一个单位里面做的优秀 共产党总是会说 请向党组织靠拢 司法队伍里面 有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是共产党 如果司法独立了 是否意味着要把这些人 切除司法系统 还是我们 采取其他的可操作性的方法 我是很谦虚的 向藤彪律师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 我们请藤彪律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好吗 好 我简单回答一下 首先 这个司法独立 当然是必须的 是一个社会有基本公正的一个制度基础 但是呢 这个司法独立它又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和其他的制度是连在一起的 包括权力的分立 包括专业化 包括这个选举新闻自由等等 都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在今天的这个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司法是不可能独立的 另外呢 就是这些专业人士 虽然他们有共产党员的身份 但假如司法独立了 那政府啊 政党啊 这个官员呢 都没有办法影响具体的案件了 那这些法官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做出这个专业的公正的判决 那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 就会听政党或者政府的话 这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看 这个司法独立 它有其他的制度 其他的这个制度安排来支撑 才能够有效的运转 好 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 陈吉恩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赞同陈彪先生刚才那个回答 另外我也想补充一句 就是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个人 他有一种职业的荣誉感 那么我们之所以讲司法独立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独立的制度去抗衡 一个政党或是一些个别官员 对于司法的这种不正当的干预 如果真的有一个司法独立的机制之后呢 那么这些独立的机制 这些不管他是不是党员 这个法官啊 他会基于自己的专业的这种知识 技能 以及他对于司法的这种职业的荣誉感 做出一个独立的判断 由于他独立了 所以他就不会去受到这个 或者说很难去受到 来自于政党或者是官员的干预 这个时候不管他是不是党员 我觉得可能不是重要的了 重要的是 还是对于他司法权利行使过程 我们有没有一个制衡的机制 只要既独立又有一个制衡的机制的话 那么我们不用担心的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接听一下河北的薛先生的电话 薛先生您好 你好 我说了 本案呢 我不太了解 前几年的杨家案呢 我是比较了解的 这类的案子 因为解放 或者是警民冲突 造成的悲剧 这不是第一次 杨家那个是前几年是轰动全国 很多的名律师去为他辩护 但是实行 还是没有解决 结果判了属行 这次呢 他个人的悲剧 也是地方政府的悲剧 更是这个国家的悲剧 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 不能全怪地方 刚才有位先生讲了 这个上访 跟你这个当地的政府 政绩有关 所以他不能不取决 因此还应该是从上层 制定政策 制定法规 或制定国务院的这个行政命令 内上面来遭受解决的问题 至于司法独立 刚才那位历仁先生讲的更好 如果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 要是司法独立的话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认为是不可能 好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 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 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 请广东的黄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黄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讲啊 我们整个呢 是一个打明社会 不是革命社会 打明社会就是要听党的话 党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不对 他官员怎么打你骂你 那他都是对的 你如果骂 不要说你把他忐实 你就是骂他一句 你也是不对的 打明社会跟更明社会 还是不同的 一个概念 因为你们西方是更明社会 我们尊贵是党民社会 打扰人民嘛 对不对 好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 请江苏的卢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卢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吗 对 是您 请讲 我跟你说 我是江苏女性的 我叫卢国强 我的计划号码是 0510 8740 3279 如果你们关心我的事情 因为我上方了好多年了 他们就是 获得我的属权 我到上方去 我全然就 我带来就日落去了 就是简单的是 几方送 江苏的卢先生 我们今天要讨论 张小玉的案件 如果您对张小玉的案件 有任何看法的话 您可以现在说 如果说 我同样的事还在往 我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 听一听 我们现在 对不起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 在节目上 听您的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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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江苏的卢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王先生 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王先生您好 对 是您 王先生 好像王先生 好像王先生电话已经断了 那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把接听观众的热心电话 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最后在这个话题的讨论结束之前 我们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等待张小玉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我们先请滕彪先生来分析一下 首先刚才有观众提到这个杨家案 那张小玉的这个案件和杨家案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虽然他们社会背景有一些可比较的地方 但是杨家案呢 它是有预谋的去杀人 和张小玉的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 那就应该判决无罪 现在就是关押张小玉也是没有理由的 那如果是防卫过当呢 那这个它不是一个罪名 防卫过当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或者是故意伤害罪 那这个按照法律可以判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缓刑 但是呢我个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是张小玉案这个结果 恐怕让人很难很难经受 就像夏俊峰案的结果一样 因为夏俊峰同使的是两个城管 而张小玉同使的是国保 那这个国保比警察还比 他是警察的一部分 但是他又是这个秘密警察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院 河南的这个法院 按照刑法公正的来处理张小玉案的这种概率比较低 可能会对张小玉有非常非常严厉的判决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去呼吁 我记得滕彪先生当时夏俊峰案以后呢 该案判决以后您说了这样一句话 您说这个判决呢传达了一个旨意 就是说任何挑战政府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接下来想听一下陈坚先生的看法 您觉得张小玉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在讨论张小玉的命运 还是先把这个回忆的这个眼光啊 放到那个夏俊峰案子上 那么夏俊峰的案子 最后他在被核准死刑之后啊 我记得新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讲过一句话 他说像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很危险 那么实际上这么一句杀气腾腾的话啊 就反映了所谓周强以周强等为代表的这种司法官员 就是他对于普通的民众 对于公存的反叛的这种害怕恐惧和残忍 那么现在张小玉 他对于这种基层官员抓他的这种行为 事实的一种反抗和防卫 那么他的这个结果同样确实不容乐观的 不过呢我倒是在这个注意到 或者是他的这种不容乐观的结果的同时 我也希望在借这个节目来呼吁这个 荷兰省高院的张立勇先生 那么院长张立勇呢 这些年来的司法改革 在想努力的提高司法形象当中呢 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有一些很积极的一些努力 我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成为考验张立勇先生 是不是真的做到司法为民 做到这个公平正义的一个筹码 陈建仁啊 陈建仁啊 陈建仁 由于那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个这个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先这个先讨论 就告一段落呢 稍后呢 我们将这个探讨那个话题是 天津的这个公安局长伍长顺的落马 他是否是这个习近平这个反腐 烧尽了政法系统的一个新的信号 欢迎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看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